2024基隆城隍文化季日巡活动 在农历8月16号热闹展开 今年有来自台北的四大城隍庙 首次齐聚基隆绕境 为民众来祈福 还有全台唯一的日式神教风源城隍庙 以及普里的银海城隍庙 各具特色的镇头与表演 吸引民众争相观赏 副市长邱佩玲跟民政处长张元祥 也参与日巡活动 共同为市民来祈福 那是我们基隆护国城隍庙的文化季的日巡 那我们今年呢 也特别邀请台湾省城隍庙 台北府城隍庙 以及台北侠海 还有就是松山侠海城隍庙也一起共同来 来祈福我们基隆平安顺利 来共同参与这个活动 就是用牵手观音的表现方式 跟他有点像自尽 然后牵手观音有点像前导 就是带着带影他出来绕境的意思 飞起跟城隍庙的队伍 哦 先感冥啦 比如我们平安很感冥 我每年都来 我每年都来 谢谢 这让我们想到那首那首歌 那首歌就是跟我们家说 这个欢庆的时候 饭谢将军在前面 那每一间城隍庙都有饭谢将军 吴文武判官跟家将 可是每一间呈现的像今天有看到 不同面貌的饭谢将军 以及还有公仔版 那也把这个其他的这个 神明像参太子也都请出来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日巡活动 基隆城隍文化记的日巡活动绕境队伍 一巡百年初巡路线 从基隆城隍庙出发 走访庆安宫 奠记宫 绝修宫四大庙 许多虔诚的信众都很开心 能够参加这次的绕境 祈求一年平安顺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